有人问说怪味花生是咋做的 其实呢做法非常简单 咱们今天捅骨捅骨这个菜哦 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生花生米啊 给它装入盆栋 之后呢往盆栋打入一颗鸡蛋 这个用全蛋就可以哦 之后呢给它搅拌均匀 像这事的黏糊糊弄歪歪的 接着呢咱们往盆栋啊 加入适当的这个土豆淀粉 然后呢咱们分少量多次的给它加 别一次加太多 咱们一直给它呢抖到像这事的 每一颗上面啊 颗颗分明 互不沾黏 接着呢咱们再调一点怪味粉 首先向盆栋加入一点盐 然后呢搁一点白芝麻 这个呢喜欢可以多放 不喜欢少放 然后呢往进搁一点花椒粉 辣椒面 最后呢再搁上一点这个孜然粉 这个可以少放一点 给它充分搅拌均匀以后呢 咱们直接起锅 但是千万别点火 因为挺多人啊 炸这个花生米总怕不熟或者脱户 所以咱们今天采用这种方法 首先向锅中加入可以没锅花生米的油 之后呢别点火 咱们把花生米啊 直接给它下入锅中 要是扎的多呢 咱们就拿小米闭一下子 但是抓好户的话呀 没有什么扎的 咱们盆栋很干净 之后呢咱们开棕火 持续的侵扎它 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推它 千万别使劲搁当 一搁当呢它掉户 花生米在锅发出琵琶声的时候呢 咱们从锅中到处控油 这个时候的花生米啊 还有没有完全成熟 但是呢余温可以让它熟透 咱们千万别炸到正好 炸到正好呢 放一会儿的话它就得糊 然后呢咱们重新挤锅 向锅中加入少许清水 这个晚上的第二个难点呢 就是熬糖 咱们千万别搁油 一定要用水熬糖浆哦 接着呢咱们根据花生米的多少啊 向锅中加入适当的白糖 然后呢整个过程中开冬火 咱们呢朝着一个方向啊 持续搅拌开始熬糖 熬糖的时候呢 大家伙还需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锅外边的火呀 一定不要超过锅内这个糖浆的水平线 要不锅壁太热的话 容易导致糖浆提前变色 一直在锅中把糖浆给它熬到像这样似的 这个时候产生的气泡呢 有的人管它叫鱼眼泡 但是呢我愿意管它叫挂霜泡 这个时候挂霜正合适 稍微再熬一下的就是拔丝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直接关火 然后把怪味料啊给它倒入锅中 充分搅拌均匀 这时候挂的更匀糊 然后呢再把这个花生啊 给它下入锅中 花生米下锅以后呢 咱们可以使出小旋风勺 在锅中呢快速翻炒 但是随着温度越来越低呢 咱们这个锅呀也越来越粘 这个时候呢就拿勺子呀 慢慢的绝固它 但是千万别停 一直给它炒到像这样事的时候 咱们直接出锅装盘 看到这呢一份非常好吃的 怪味花生制作完成 咱们这个时候呢 整成一口 嘎嘣脆水果味 这个小味啊是相当的哇塞呀 咱们才到那个小型 何她 numbers 咱们才对恶岩 Color